你就算选露露的话 曙光又提一套 你露露还是保不太之 这个是真的假的 假的假的吧 布隆的话 布隆的话就是 纯防守的 但是布隆有个好处就是 他比锤石好在一点 就是布隆可以在前中 小规模 配合男枪配合造型 打架比较厉害 对 锤石的话就是 只是单身的保性 就是没那么容易死 因为锤石打曙光的话 对线的话 很难被抓死 他比较往后站 他不可能说实话 开得到锤石 破败之王加冰女是个combo 就是冰女帮 破败之王冻住人 然后破败之王打收割 就前中期的话 可能还是要靠破败之王 跟冰女的发挥 但是后期应该是 竞跟武器接管比赛 好 冰女的话提供一个控制 马上进入到 今天的第一场对决 RI对阵上WE 这场 马老师在解说台上面 很关战 但WE毕竟是全上一队 我觉得多多少少 还是要 第一局还有30秒到达转场 就是 打得得 那啥一点 就是打得好看一点 对 你打多少得打得好看一点 你人家IE 虽然说IE也有两大将啊 这个上野两大将也是打LPL的 也是 就 还不错的选手 但是 不好说 对吧 对吧 因为 其实我是觉得 虽然上了GIF跟小安 但是 这两名选手 我心目当中 在我当这个 评价还挺好的 可以 毕竟是 这个下野菜冠军 对 而且 感觉对于他们 个人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个发光发亮的一次机会 希望能好好把握 而且 艾师傅 艾师傅一直挺强的 我觉得 对 艾师傅打也一直挺强的 只是 可能 乐爷的话 比较适合RA嘛 就可能 乐爷的风格 更适合RA 就说 艾师傅没有机会上场 这次直接来阻挠一下W1好吧 看一下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我W1 全队上一队 那我只能想到一个字 就是穷的呀 没经费了 就可能 下个月分工资 想发工资没钱了 那话你说的 跟我没关系 肯定我说的 没事 就 来 来这里就是 有点穷啊 感觉 全一队的话 有点穷 也是认真对待 很认真对待 就想 想看能不能拿个奖金 拿个冠军 对 想拿个冠军 因为咱们NESC的冠军 就基本上第二年会起飞 嗯 对 中路好像 妖姬前妻 小贝推一点 如果骑士逼你打妖姬的话 如果不想死 还是真对难死的 对 而且就是早点 早点点W技能 其实很难死的 这把W7前妻震动 也挺发育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震动 其实 想干可能 人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没有哪条路 会给你很好的干个机会 是 中路 冰女 陈冰女 陈冰女 配合破坏之王也抓不了 这把还是得看一下 后面吧 就破坏之王跟冰女到6之后的一个联动 现在 现在 他确实还可以 上路还是会被推啊 其实 5G大师打男枪之前 世界赛汉子哥是有一个对阵的 但是后来也不敢拿5G 去打 因为这个英雄还确实没那么好打 对对 还是会被推 下路只上去 顶盾 反正要被敲晕 但是这边一套换血走位很漂亮 这波下路打得很转啊 我感觉今天一上来 奥克这个走位 这波来套餐了 有机会这个位置 有冰爪了 看冰女有没有意啊 冰女有意的还好 但是这个鞭子鞭刀 要交闪了 哎呦还可以 这波啊挺转的打了个伞 冰女没闪就比较难碰的 对的 冰女没闪就有点 有点笨 嗯 抓腰自动不好抓 还可以啊 我感觉这波 x打一个闪现 这样的话至少等会腰机会有主动权 因为你毕竟你冰女没闪 是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前中期一旦把冰女这个闪现打出来 其实他tp下去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是的 他这个tp肯定要叫中路了 嗯 因为他对吧 不能说 再露经验了 不然的话 冰女打妖姬的话 他就没对抗性 对 他的意思给跟妖姬 就冰女选择打妖姬 一般都是就为了跟妖姬做到 就是要么推妖姬 要么就平线了 对 不能让妖姬推线推的那么舒服 不然你 冰女打妖姬其实没什么意义 所以上路要上来放换去 感觉还是打不过呀 没有那么好打 就可能要 出到 装备 我觉得可能要先出个吸血鬼结账之后 你换血才会稍微赚一点 感觉就 续航也续不过南枪 对 主要 南枪我感觉打这种大多数的这种 近战战士 对 都是蛮有优势的 因为他有个那个被动嘛 包括他手也 一般的上单要长 对 最重要是你如果跳上来换血 可以直接给个烟雾弹 直接不出两下 直接瞎掉了 对 很细节挡一下这个炮车兵 不让你吃 抖上去 回头控一套 反正就被打晕 呃 missing 是想对线打的凶一点 他们一下路一直不这样 就是见了就猛干 对 就是他们的 风格 风格 你的评价是好还是不好 我的评价是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但是他们这种就是 风险高 但是收益也高 收益也大 对 他打法一直是这样的 哎 这波要来逃三了 呃 没闪了哦 但是有益吧应该 应该有益 看这波能不能异倒 如果异倒的话 妖姬跟伞 冰女是异不走的 异倒了 跟伞 漂亮 咋死吗 但是伤害好像差一点 背伤在旁边 有背伤这波 来的很急 对很及时 这波全是马老师的预判啊 这波只要异到跟伞 是跑不掉的 这波如果背伤不来 我觉得 艾克斯是要上了应该 对吧 只能说这波来的很及时 主要是艾师傅不太敢 在塔下吃这个天仔牛业 对 吃的话有点 有点炸了 吃的话只要背伤 把这个人头捡到 这把就起飞了 对 艾克斯想动龙 真的假的 队友回家了呀 下路都不在 他不敢动这个龙吧 应该不敢 下半区人没有的 艾师傅上来 今天跟3F两个人的配合还是比较娴熟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打挺好的 为什么呢 就他们一直在做尝试 就 开始我们不是聊嘛 就 W这个中间肯定到6期之后 打A的中间可能失去一点 但是6期之前肯定是要弱势一点的 对吧 就A就一直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6期之间疯狂来搞这个兵 不过想要是这两波没被抓死很关键 其实很断造型的节奏 啊这波要来了 有伞 Qube能不能嗅到这个 能不能嗅到呢 好像有感觉啊 三三个人来 哎Qube 这死了呀 没人能救了 这包死了 看能不能换掉一个 哦直接给大招有了 这波上路包直接包成功了 哇这上路直接炸了呀 这波 这波冰箱太多了 哎好两波冰吧马老师 两波冰没吃到 两波冰没吃 这感觉Qube 已经不想完了说实话 主要是这一波回去武器 出过西游鬼结账你换血换不过了 下路只上来 但是风声大雨一点小 好吧 所以就是压压力补刀 下路这个主要他选布隆出来 他就是一个绝对防御的姿态了 对 你不可能能抓到死布隆的 布隆这英雄不想死真的很难死我感觉 而且就是塔刀我都是在塔下吃 就是我都不出去推线的 对吧 我也不跟你换血 老吻了 老吻了 哦这一波回去果然西游鬼结账了武器大师 而且他一会再做个这个不假型 你根本打不了他了 是的 不过我还是我挺喜欢 RF这种纪律型的 好就是 不得不夸一下 既然他选出了上半区打架的阵容 下路就绝对不出事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你知道吧 我现在换血球就换不过了 现在感觉武器大师就没那么难受了 对 已经深深开始有点小油了感觉 之前在很多上单沟通的时候就问说武器打男枪什么时候是游 他们说一般出到蜘蛊结账家铁板靴的时候 对方想推线你直接跳上去跟他换血 男枪打不过你 就放着一刀自己漏 对 这边下波 冰女有散现的话感觉中也是有优势点 现在冰女打妖姬就舒服好多了 是 等级起来了他那个Q快了表情 就妖姬如果想跟冰女换血的话就只能这样一直排到 但冰女能把陷阱 冰女现在推线应该还是可以的 对 我他等级好像有点辣了 最近被打回家一次吗 对 哦 上来对 打个骇骨 看一下 感觉W应该是要动这个先锋了 因为他下半区现在是有有先权的 这个先锋肯定W想要呀 对的 就看是怎么做这个设计了吧 他现在打起来的话肯定是他们想打的 嗯 因为他们现在点控太多了 这冰女 禁 包括曙光 他们只要能打死一个人 让破败之王剪刀那个魂 基本上传战就好打 而且我觉得W其实可以投资的多一点 甚至可以把下路双人组叫过去 对他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叫 嗯 直接让下路推翻线直接过来 对或者要不然你让 哎 甩枪盾 没事没事 这个搞搞点节目效果 对 哦先动这波下路要不要过来 还是说不过来 哦好像没来 那他觉得自己三为三能赢 嗯但是啊好像是直接放了 还是说香 先抓冰 太熟要搞一波中路啊 但被眼看到了的 这波 将是得直接过去了 不能贪兵了 但啊好像是不要了 应该是不要了 因为上路没剩以前过不来 那这个先锋一拿 W节奏有点好是吧 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有点担心 这三能组打 万一打输了 这男枪就彻底爆炸了 这波男枪如果再死一次 没得完 可不会跟昨天一样 冰杠是一直补兵补着补的 能起来啊 是 主要是武器这把是跟你带的 他很少会去打团的 是的 装备出的就是要跟你带的 依我对方的了解 背上这个先锋 绝对要到很很晚才放 嗯 背上老师那种先锋 卡极限时间 卡极限时间 然后往人家屁股后面放 结果被人打一层叫了 就经常会有这种操作 你知道吧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把先锋肯定是要放上路的 是 要养武器的 嗯 这把 出西哥是第一剑直接破败 也没问题 第一剑破败 选出来敲南昌 感觉挨这把 如果想出节奏的话 就只能靠妖姬的发挥了 嗯 主要是这把很关键啊 虽然说这把 可能没那么舒服吧 毕竟对面有冰女这种英雄 是 但是还是得靠他 哎 直接过来做 动个小龙但是有眼啊 这波进不在 打不应该是要放了 感觉可以给 是没什么掉 对 呃 要试一下吗 这边某人不用交过了 被连控 但伤害够不够 看一下挂个点燃回头 有闪现 再一个Q技能 插一下平A 再平A 插一下 伤害差一点伤害差一点 嗯 还是要先做水银行 对 这波不出波抗抗 走棱的话应该是倒了 对 嗯 主要是冰女的伤害也 我觉得这么多 冰冰冰冰杀也很有点 对 如果是来个打野的话估计杀了 对 但我觉得这波其实感觉 冰箱是不是这波来中 刷一下这妖姬会好 就跟着队友保证必然 他那波 是回去刷野去了吧 他是往小龙那边靠了 啊 嗯 他想试一试 就想想给XVC 对 刚才艾斯福点压力 其实没必要 我觉得放小龙的话 就直接过去就好了 对 就你小龙都直接给了 直接去中就好了 把中路杀了 然后招个小路先锋 哎 QB在上路有TP 啊 这波要去有TP 要不要救一下 但感觉不好救啊 这波背上有先锋的 直接给大招 这边 哎 断你后路 死了呀 谁扛 这波 差点QB好惨 这波没得玩了呀 这个上路 这真没得玩了 这先锋一放 这武士大师起飞了 大陆艾克应该没有什么大大问题 艾克这么稳吗 哇 这把呼吸哥大起飞 他这把真气 呼吸哥再吃个医学塔 队伤太懂了知道吧 队伤太知道 太知道这把该养肥了 对 把呼吸养的白白胖胖的 把呼吸哥这个武士大师 感觉中期三代要暴揍这个南枪了 他现在回去应该随便回答吧 他是要出破败好像 对 破败有了吗 有了 好肥 这一会再出个神分 就感觉南枪遭不住了 但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出装的话 我觉得W还是要 上阿塔 尽量去推上阿塔 因为他这个装备 其实现在打团也不厉害 因为毕竟是破败嘛 很脆 所以他其实不能让他过来打 对 他最好还是 呃 我觉得W如果打了好业的话 下波就把这个小龙给了 去开这个上阿塔 是 就武器大师完全成型 后面龙是随便打的 对 你打到后期我们这边挺的话 就是武器大师对于对方金克斯 就是赵兴和南枪的三个点 非常克制的 是的 我W应该不会放小龙 因为 他们觉得自己的威力很大 对 其实下半区对线对的也很好呢 所以 这不少人是已经会打的 因为冰女是个时候是强势器啊 就一个大招在你虽然要去缩手一些 情况下 我定到谁都能够配合怪兽 看他们分不分奴吧 分奴一点的话 小龙放了去拿上阿塔 是最赚的 但是 操作的话肯定也是随便能操作的 就看他们的想法了 是 因为武器大师其实出挫败的话 打团真的没那么有点脆 对他真的很脆 出神分的话还可以 我觉得最好是配合武器单带 就把这个上阿塔拿了 把武器的经济养成 是的 这上半区还要偷你个红buff感觉 现在上半区好像有点 有点难受啊 这波会不会偷出事情啊 妖姬来了 哎 这波有机会抓武器 武器有闪的 但是怎么练那个红buff 能跳眼下去 哎 这两个夜 这波没有 就跳眼 但是直接交闪走了 这什么意思啊 练红buff什么意思 他应该扫描 strive扫到了 但是预判的意吧 他觉得那个 红buff是呼吸吗 嗯 感觉就是预判了一下 没预判到 那没事了 但we这边经济也也太好了吧 这 14分20秒怎么红绿灯了呀 这个经济 这对线打出4000很肥很肥 我只能说很肥 这属于对线层面上面就领先很多了 这位置想抓呼吸 但是感觉这个位置应该很肥好 对 我感觉他这两个人想抓有点难吧 对 越不了塔的 这两个组组是越不了武器 但是不查的 哎 只要过来 但是要被自己要被锤走了呀 啊 说一口哦 有腰肌闪现 被跳的躲掉 交TP 这波要救一下呼吸哥 呼吸哥可能还消死 但是TP下来留个谁 哎 师傅先交一个大招拖一下时间 破坏之王再赶 特别missing也到了 杀谁是个关键啊 先定一下肇性肇性应该顺先被秒 特别还能不能留住人 呃最后也是打了一个一换一 这波马老师觉得 我觉得还好 还行吧 对还行 也不 we肯定亏是算点 对这个单代的节奏 但是你说大亏吗 也还好 因为换了个人 啊 啊 啊 这波我觉得就挺正常的嘛 找机会嘛 抓你武器没闪 我觉得他们没问题 只是说 可能W能来得太快了 这波 毕竟是在W家里 这波 我估计跟这个没办 这方 相当于来四个人 这波真没办 这波真没办 这波要是能多留两个的话 就 赚了 我实在也不知道杀谁了 就杀个脸上的霄清风 担心霄清风又拿到 我感觉 拿到先锋 看一下 这先锋怎么说 直接往小龙走 怎么走 直接浪了小龙 还算 我觉得还算明智吧 但I为什么不去打小龙啊 不打吗 不小龙 I应该是要动的吧 肯定要动的呀 是W打小龙给你了 是 过我不得不说 他们的想法还可以 因为我不是说嘛 我说武器大师 就是装备其实打小龙 还 就没那么 不太强 他这波正好就是 刚打完上半区有先锋打 正好就顺势把小龙给放了 是 南枪也把盾弓做了 其实这把Q5倒是 主刀还是领先呢 感觉其实好像也没想到这么炸 Q5偷发育能力还可以 150刀 对 除了可能你说单打单 确实没有那么好打以外 但是好像你说 还是有装备的 对 他装备还是有的 现在好像 又想过 艾师傅这终也就想抓呼吸哥 对啊 有有感觉 有有感觉 这个是真有感觉 这个叫杀意感知 是的感知到了呀 这感觉这线 不对劲 但是腰肌也好不均啊 哦 忍不住了 还是要再吃 这个炮车不能不吃 现在好像中路长长机会 不过这个是有进化不好动啊 而且这波里约达的 冰女已经游泳霜了 但我觉得DW 倒得考虑换线来 我觉得 最好不要让 就武器对妖气这条路吧 嗯 这分线是有问题的 对分线的话 要找机会分回来等一下 就可以不是这波 但下一波一定要分回来 因为 你现在武器出的双倍 一身都是打 南天的双倍 如果你对让妖气的话 其实你只能出双 最近意义不是很大 没有任何一点魔抗 对 这个针也会不会成福 无比啊 看什么时候分线 这个针也 嗯 下班去打起来这个针也可能 第一时间对方没有 看查到 这波应该要分了吧 要换了 要换了 你看不换线的话 主要W很难起节奏 对 先锋没有地方放 他只要是武器对上南枪 他那个先锋永远有地方放 因为他有条路 永远是往前推进的路 对 但是他如果让妖姬去打 妖姬去对上武器大师的话 武器大师就很难 如果冰女打南枪 冰女 因为也打不过南枪 是的 我感觉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I现在他们其实反倒是想去换这样的对线的 就是你这样去打的话 其实你这个下午清风就会一直卡在手里面 是的 而且武器的单带就会被规避掉 你看I就很聪明 他一直让武器去找妖姬 是 其实这个是打的是真的不错的 对 他们就是想要去做这种错位的换线 对 他这样的话会让你达到一个进攻节奏断一下 那 那背杖好像有点无语了 他好像只能来中下方 对 背杖是不是要放一放在中路啊 看一下 那南枪也来了 武器你看这个很难受 他不想去对妖姬 他真的不想去对妖姬 嗯 他的 哦 这一波也去艾斯福海找机会 那像是得赶紧推下他了 因为对面的中上已经给压力了 看一下 A两下 直接放先锋 可以 直接放给下路了 下路得回来人了 I的话得所有人回绑了 下路清线清的很快 应该是能撞一头 也卡住这个位置 应该是走了 我敢推了 走了 这不过来收一下线 看一下下波小龙吧 小龙的话两倍可能比较大的 哎 有个真眼 哎 旁边没兄弟 哎蹲不死 哎看到能不能叫个人过来 哦 没办法了 哦不敢打这个蛤蟆要打出大事 不敢打不敢打 这个真不敢打 嗯 主要比你伤害 太低了现在 对主要是得叫兄弟来 对 兄弟不来感觉冰你一个人杀不了 就冰你其实就是挫败之王的就是工序人 哎这个就打一套就走了吧 看这犯害我的天 有点挂 有太挂了 而且A两下蛤蟆血就满了 主要武器大师 现在其实也不是特别肥 真的不算特别肥啊 就对于他们这个阵容来说 现在打A绝对没有说武器大师能多C多C 对 还是要靠悲伤的存回一下 主要是这两波错位换线让武器很难受 对他真的很难受 他吃兵吃的不舒服 但男枪就是我不管队到谁 我兵线都还是能推 男枪就等于说一个什么情况的 他就是对方武器他可能不舒服 但他变上冰你他绝对就输 对 就是 男枪现在反正推兵你的现实 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这个冰线一直处理不掉 然后这一波好不容易换回来 但是对方又换走了 又走了 但这波应该是要来下了 因为毕竟这波小龙才发了嘛 对 两边应该是要开始进行一个宿业性多战 而且正面是腰技是要做poke的 但是男枪poke不了 所以他这个时间点肯定是要回去管一管 我们下次代线 摇起这波回家看能补服什么装备吧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星界巨尺 应该有吧 我感觉应该没那么肥吧 没那么肥吗 其实我感觉他刷体不到 你看他232刀 我感觉应该有 卖个多蓝剑应该有了吧 卖个多蓝剑差不多 有了有了有 他把多蓝剑卖掉了 那应该是够了 他这波星界巨尺很 星界巨尺很关键的 有了有了 他卖多蓝剑够了 回过来 直接交TP 这波野区 看一下第一时间的控制 冰里进来 直接控到 能够先把金克斯秒了 交进化还吃了大招 在冰里的位置很尴尬 交了一个精神 躲掉对方火箭炮 但是妖极直接限制了后排 这波冰里要被卖掉了 但是但是却风产进去 一个反击风产 遇到对方两个先收南枪 再收金克斯 拿了一个双杀 往前继续再追 那这个时候 Drive只能走了 这个妖极就无力回天了 哇武器这波好梦啊 哇这波呼吸哥进场 这波进场超帅说什么 反击方法好像认了好几个 对 有从家居开始了 艾师傅准不准走位 要不两枪放空 三枪不中 这么四枪有了 四中一不太准不太准 四中一还可以吧 不太准 还好是真的很严格 没有没有 我这 这不能 乱批呀 这个东西 四枪中一枪 我感觉我上我能中两枪 哈哈哈哈 看下终于这波 其实第一时间向二次进得很好 碰到了后排了 他把进化打出来了 但是 因为Drive的后排限制也 主要武器大师这波反击风往一开 我的天 拼四个 好 宋万天灵进场 就把男枪给拼下 主要像二次第一波帮武器大师把天灵刺完了 没错 其实你这个位置要被暴打一套 有什么地赛还好 我敲个扛盾的布龙 但是侧边进场又秒掉了金克斯 而且布龙也倒 同时破败之王这边他们捡起来捡起来了 要击两采进来换掉了武器 但是布龙的尾魂给了一个板砖 从侧边再捡一个造型的灵魂 起来 这边再通关天灵 回到原位 魔力民族能走吗 大招还没有复制好 逼出一个闪现 尾箱万里追杀 应该是走掉了 但是这波其实we还是赚啊 还是赚啊终于他也拔了嘛 嗯 虽然武器阵亡了 但是破败之王又站起来了 武器大师装备还可以了 毕竟神圣分离者了 对 上波团战可能 没那么漏 现在还可以了 现在就we该肥的上野都肥起来了 对的 不怪之王现在有一个 血手之后 右边这套阵容 想这个时间处理他很难了 呃cube有指令带 但是cube这个装备 其实还可以 就是不把 他两件套 还可以 我们想要不用那么强 pissing这个位置是被逮到了 这边敲了一顿布隆 但这个布隆 顶顿都有点康姆布的伤害 这IA的话 我觉得 有点疾吧 我觉得他 他这个阵容肯定是要 妖姬跟Pork那样差的 而且cube tp下来这个位置很差 他tp到人群当中了 不是 他拿到妖姬 他根据你不打Pork 去打这种 对吧 一波 一波的话肯定是亏的 虽然说这波 不是妖姬开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 对的这么大 来 听着布隆 布隆克勒跟指一样 回头给一个大招 这边还在往后拖 W像队友 但自己还是死了 捡了个布隆的灵魂 再给一个板砖 挂上被动 通关机器下来 妖姬也要倒 那大龙的呀 那这波中辅阵亡的时候 大龙要丢了 大龙的呀 这肯定大龙了 而且有破败的武士大师 敲这个大龙根本不调解 武士大师打大龙现在太快了 好了 怪之王也过来 这上野敲这个大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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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肥了太肥了 现在打团很难打 现在武士大师能打两个cube 是 这波其实已经算是开的最不应该开那个人了 但硬伤还灌死之后 TP下来 对方没有任何反打的机会 就是像马老师前面提的 就妖姬选出来 其实不能接这种一波all in的团的 是啊 他肯定 妖姬选出来肯定是要打WQRE 然后回去那种 对 消耗你 你看W的阵容没有什么回复啊 是 没有人有回复啊 就你看到玩那种 就玩妖姬玩得很厉害的队伍 还可以 对 他对线跟艾师傅两个人 谁说队伍有点急了 对 就队伍有点急了 队伍老是想去开W的人 就看你全上一队很不爽你懂吗 哈哈哈 就本来人家打跟EST 以为是来 就是磨练一下的 结果让我上来就给我搞这种高强度的 过来搞降维打击 是啊全是这种 就是上赛季 打打了一年的老游子 两年老游子怎么给你打 而且还有季后赛的队伍 是的很生气 我只能说 但是最后赛有点差强人意 但是毕竟是走到那个层次的队伍 所以说阿姨的性 这些性能也很忙 你知道吧 就得罩你 不罩你 不太行 必须冲 是的必须冲你 现在的经济 其实对比上面来说 平均每个位置都是WE会领先 这个板子 感觉做得很好 这个板子 现在七千星领先了 感觉很直观 观众们看出来 现在WE是全线优势 这边也给大招了 小汉只能往后走 赶紧顶个盾 艾西夫大招也被骗出来了 哎呦我这一部技能感觉 造星大招一枚 下一波不是很好手啊 下一波 这个阿塔 感觉应该是要掉了 倒是这波没大招 确实不太好手 我说实话感觉 这你直接开造星章又死了 这个直接浪了吧 对要走 要浪了吧 不要挣扎了 现在其实 还想拖金克斯装备 对 阿塔 是有翻弹点的 还是有的 小龙肯定不放了 金克斯 其实这把装备 感觉还是不够 主要阿能拖 其实他 他这条小龙放了 他还能再发5分钟 对 下条小龙还能放了 他们可以放两条 对其实我觉得阿是有机会的 对阿多放两条 现在不要着急 但是就要担心 就是下一波大龙 你要不要守的问题 下一波大龙肯定肯定要守 但是 妖姬没有出 法川 我感觉 有点奇怪 我觉得这阵龙要出个法川 他先补了个减治疗 哦 可以 还是要做法川 挂着 然后先做一个 对先做个小减治疗 不为宝珠 还行 他确实得做法川 要不然他人打不动 所以我觉得阿如果他能就是想明白 就一直让妖姬去操作 所以有可能稍微看一眼妖姬 是 我觉得还是有 有个翻盘的希望 或者下两条边线稍微带一带 是的 就他现在如果 还跟上半波一样 就一直去忙的话 可能是打不打不过 如果想抓一下呼吸哥 呼吸哥能跳走吗 下一个列子又练到了 交一个闪线 还是被练出缺手了 闪线过来一枪直接贴脸 反击锋交出来 这一波被对方上中抓到 但是 要推上度高地了 少的人 一波妖姬男枪都有TP 啊 阿爱这边不怕你的呀 这波TP过来要留人了 艾事无一马当先 往前 但自己吃了一手控制 侧边 也是被伤被赶跑 这波可能是个机会 这波阿爱可以反打 但是对方在一边后撤一边打 阿昌克斯 看一看回 直接水是开 通关厅进来 能不能先斩死一个人 斩死了男枪 斩起男枪灵魂那很能打 再点击造型灵魂往前继续再冲 这波反打成功了 而且留住对方金克斯之后 孝子会也要倒 哇 这一波反打打得非常的冷静啊 这波阿爱可惜了 这波阿爱的机会了其实 3-8-0 确实 但我觉得第一时间奥克打的时候 他找到妖姬点点两枪 是的 他把妖姬赶走了 就把你的位置逼出去了 让你不可能在那个位置可以练我的C位 其实这波是个五打次 确实是要抓住的 对 这波阿爱肯定要打 阿爱这波打的没毛病的 其实 只不过 就是就是被操作了吧 对 就这波五打次你不打吧 我肯定也打 对啊 如果 第二杯一波了 然后杀掉孤白之王 但是 比赛也要结束了 然后跳展上来 抽掉对方要求我们 恭喜 W-E 获得比赛的胜利 W-E